皇上失踪的消息任何人不得传出去 十天之内务必把皇上给我找回来 如果找不回来 你们个个都没有性命了 是太后 太后老奴又要事禀告 什么事情比皇上失踪还重要 太后皇上并未失踪啊 正是为了探听此事才匆忙离京的 皇上离京所为何事 太后奴才得到可靠的消息 大同的曹一公勾结打打小王子 有谋反之意啊 曹一公他会有反意 是的奴才的一个部下 正因为探得了这个秘密 差点没让曹一公杀了 皇上正是为了暗访这件事的真相 才匆忙看望大同的 但是来不及向太后辞行 请太后宽恕 这皇上八成是借题发挥逃避考试吧 弄才派焦大人出城去追皇上 已经追出去几十里了 还没见踪影 昨天皇上离大同已然很近了 大同府 在夜门关外这路上 周车劳顿哪 他哪能受得了这苦啊 小虫小虫快停下来停下来啊 小虫 小虫去看看 哦 哇 哇 哎 哎 哎 皇上哎呀 早就听说过玄空四五 今天看起来真是天下奇观哪 哎 皇上 你是说这天台楼阁都是真的 废话 当然是真的啦 那皇上 咱们既然来了 就上去看看吧 放心吧 朕既然到了大同就一定会来看看 走吧 到了 到了 这个就是大同府 各位乡亲伶俐 不逃虎的乙味斋今天就正式开张了 大吉大利 今天大家可以胡吃海菜 我曹某请客 你们掏钱 一分都不能少 这边 那边 他们怎么都去那边 你们干什么呢 我们去这边看赛奖会 你们怎么都去那边 一看你们就从外地来的 赛奖会年年都有 可凤灵阁兄妹斗法都攘一个月了 今日月之父有令 明日必须绝出十熊 这凤灵阁有什么好玩的吗 就是啊 凤灵阁可是大同的一绝啊 他的烧卖羊杂很出名啊 我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去看了 谢谢谢谢啊 公子我们去哪啊 当然是哪里好玩 我们去哪啊 你说呢 就去凤灵阁走啊 客官客官 我们这儿的口味很新鲜 你尝尝吧 不不不不 尝尝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里边请 里边请 客官你在这儿吃吧 客官 里边请 里边请 凤灵阁天天要打兄妹脸台 都喊一个多月了 怎么越喊人越多 放心 好也不会让他们骑在咱们脖子上拉屎 嗯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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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一个饭庄就这么热闹 那是赛脚会得多热闹 就是啊 兄妹脸台 兄妹脸台 怎么还不打啊 是不是不打了 师父大人给的期限是明天 也许等到明天再打吧 哎哎 这位大哥 怎么光有泪坛没人打泪啊 你问我 我问谁去啊 都摆了一个多月了还没人打呢 哦哦哦 公子 白来了吧 还不如去赛脚会呢 怎么会呢 哎呀 刘壮士 你看这么热闹的场面 你难道不熟一样啊 好啊 本公子呢 这两天路上 也正好手脚都生锈了 所以呢 本公子也不介意活动活动 哎呀 真是佩服佩服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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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让开 都让开 来来来 让开 让开 来 让一下 来 让一下 谁是来主 出来 鱼龙哥 鱼龙哥 从开热闹的人群里冒是个打累的 什么人 不知道 可能是草虎派了的吧 小兄弟 有好戏看了 你是立主 在下京城柳公子前来讨教 小兄弟 别闹了 回去吧 小心 不用你帮 鱼龙哥 走 快慢点 小心 不用你帮 好好好 放 别紧张 放 走 放 走 放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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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 走 好 谁让你帮忙的 你这人怎么叫仇报 什么叫仇报 我用得着你用这下散烂手段吗 好了 行了行了 他也是帮你是不是 再说了他也没伤着你 你急什么 你怎么帮他说话 那可见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这叫有其主必有其谱 走 真是没劲 这么快就收场了 那我们不看兄妹擂台了 看什么看 外面闹得这么热闹 这里边的也不出来比 是真是的 行了 不用看了 费子 都看见了吧 砸场子的来了 咱要是不把凤铃阁卖给曹虎 以后就没有安生日子过 你看 就连岳志府都亲自出面 要我们尽快比试 怕砸场子 开什么饭馆 你要是害怕 在家里就是了 凤铃阁不能卖 不但不卖 还要和他野味斋比试比试 这凤铃阁卖不卖 你说了不算 我说了算 凭什么 凭我是大哥 我们俩的比赛还没见分晓呢 就算你是我大哥 我也不听 那你就以为你的烧卖一定能赢过我的羊杂 我们还没比试呢 你怎么就知道我赢不了你 不是没比 是你总拖着不敢比 反正今天智府大人也下了死命令了 明日咱们兄妹必须打累完毕 到时候看你如何躲藏 不是明天才到最后的期限吗 你急什么急 不是明天才是明天的 不是明天才是明天才是明天才 有明天才 是明天才 你爱天才是明天才 您在乎 是明天才是明天才 看我们去我 这个我 是明天才 是明天才 当然姓朱不姓曹 这点道理都不明白 他反了不沉 再说了 我们几个刚到大同 本来是想找找热闹 伤着你又不是我的本意 你一个大男人 这点伤又疼不到哪去 可记仇就是你的不对了 拿着 这么说 你们不是曹 曹虎的人 曹虎 曹虎是谁 四镇兵马元帅兼大铺府总兵曹一公 曹大人的侄子 你们不知道 哎呀你看我这个人吧 别的没什么就是辈分高 别说什么曹虎了 就说他叔叔曹一公吧 那也是我孙子辈的 哎 又吹牛了 真的 那个曹总兵见了我们孙大爷 得可十个想头呢 这样的话 人家兄妹打累 关你们什么事 我 我们不也就唯恐天下不乱吗 哎 既然是兄妹他们为何要比累啊 六公子 你有所不知 这个凤明阁 是我们大通府最好的馆子 哦 在他的对面 开了一家叫野未斋的 这个野未斋老板 那就是曹虎 他看我们凤灵阁生意好 就想霸占凤灵阁 结果凤姐呢 就想和他拼一把 可是他的哥哥大跪不干 想一走了之 这样的话 两人就想用比累的方法一蹶高下 谁赢了听谁的 哦 是这样啊 闹了半天 不是比拳脚 是比手呀 对呀 哎对了对了 这老抄抄的要比赛 怎么现在都没比啊 哦 知府大人您定了最后的期限 明天就打累 哦 既然这样的话 小崇 赶紧找这客栈 咱们先安顿下来 到明天去早点抢个好位置 是 哎 你别忘了他要啊 怎么样 这位爷的运程如何 我摸了这位大人的脉象 起伏跌宕 官人似乎在运筹着一件大事 对吗 那你看结局如何 这位官人的脉象 那是不可限量的大贵之相 只是 但说无妨 只是根基有些不稳 无本之木难成大器 可有办法挂解 命年二月二十一 木星返冲 倘若敢在那日 成其大事 或可弥补啊 二月二十一 送客 请 此时 距离二月二十一 还有不到半年的时间 太紧了一些 顾不了那么许多了 就定在来年的二月二十一 这个瞎子 眼力还挺毒啊 是 竟然 居然能够知道 老夫我没有根基 是啊 老夫的根基 失落何处 我还不知道呢 干什么呢 站住 城下何人 为何学扰 本王不更名不改姓 打打小王子 蛮贤烈 祖闻逃义宫是一代名将 怎么 就这么紧闭城门 让本王吃闭门羹吗 慢出来 原来是打打小王子 加连大同 在下 有失远迎 怎么 曹大人不想与本王当面畅饮 音叙就义吗 有朋友自远方来 不应该不亦乐乎 可偏偏本帅偶敢风寒 生怕这病传染给小王子 所以我看就免了吧 我们赛外人没那么娇气 再说本王此次远来大同 也并非与曹将军一叙就义 实不相瞒 本王此次前来是专为大同赛脚会而来的 没想到小王子也是爱怜之师 怎么 不会是嫌我给的银子不够吗 开城门 大帅 怎么办 景观其变 不愿意 不愿意 你不愿意 不愿意 比赛什么时候开始 还有一个时辰就开累了 太好了 每逢比赛 厨师的手艺就特别的精 我这个人就是希望厨师天天比赛 公主 我知道 如果凤姐输了 这个凤灵阁就要拱手相让了 真是死心眼 有我在凤姐能输得了吗 你 公主要出手相助了 哎呀笨蛋 这男人帮女人这是天经地义的嘛 人家是兄妹啊 兄妹也不行 可可可你连人家没丑都不知道 就出手相助啊 女人再丑她也比男人美嘛 公主 不知道凤姐跟你非亲非故 为何要帮她呢 你这个人死心眼啊 这男人帮女人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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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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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有人来了 别让他们跑了 快快 太爷 你看我们这儿乎一流 你看这个大爷 大爷大爷 立声跑的 对对 水里有的 你开了 走 请 里边请 快跑 这边这边 跑 好 这个人好奇怪呀 他在干什么呀 这个人呢 他就是李大贵 沙阳的时候 都要如此炮制 嘿 我知道了 他是想让山阳的血脉膨胀 内脏膨胀 这样取出来的下水入口才好 这个李大贵看上去傻傻的 还不简单呢 你来吧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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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跑 快跑啊 快跑 这羊再跑一阵呢 我们就准备宰啊 好好好 快跑 冬简 给 这些小猪 哎 一会儿童前扶起来了 嗯 马上把炸锅给我抬到外面去啊 哎 知道了 知道了 哎呀 哎呀 哎公子 这又是干什么呀 啊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 他应该是 测火猴凉水温用的 哦 公子果然有见识 我跟你说啊 每次只要童谦在水里一滚 李大贵的羊杂就该入锅了 但我说吧 也不知道凤姐准备怎么样了 我去看看啊 你们在这儿 好啊 刘姑娘 我想帮凤姐一个忙 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好啊 就帮凤姐好了 怎么呀 你们连人家什么人都不知道就帮人家 笨蛋哪 本公子这辈子最烦的就是男人欺负女人 本姑娘呢 这辈子也最烦的 就是官府欺压平民 你别忘了你父亲也是个官啊 官后官还不一样呢 再说了 我父亲可不像曹一公那样 纵容自己的家眷为非作歹 就是啊 京城谁不知道 我家老爷可是大清官啊 清官啊 我这辈子最怕清官了 他终日扮着一副面孔 好像是谁欠他多少钱似的 我家老爷官那么大 怎么会让你心烦呢 只怕你啊 见也见不到 哎 哎 哦 哎 见不到 见不到 哎 哎 李姑娘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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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到啊 哎 哎 行行行行行啦 别在这儿婆婆妈妈的啦 咱们这是害命 不是救人 你全都翻过道上 哎 哎 少爷要量太大了 大什么大 谁敢能跑到大通找我舒服的晦气 哎 少爷要量太大了 只怕咱们还没有回到塞外就罢作了 到时候我们难逃干系啊 你怕什么呀 啊 这这这不由我呢吗 再说了 赛教会每两天就结束了 他们在大通待不了几天 你怕怕什么呀 天使 哎 你颜色不对啊 汤里下毒 这颜色应该鲜红一点才对啊 哎 哎 你是下毒呢 还还是绣花呢 啊 还什么颜色 要要要不你给我喝了它 还是的 都都给我走 走 我颜色呢 鸡鸡 你想当画家是怎么着 滚 来来来来 各位 等个机会啊 我们这可是大通离开 去去去 走走走走 慢用慢用 来来来 去去去啊 来来来 竟敢跑到大通来找我舒服的呼 晦气 我这回让你有去无回 回 哎呀 哎 哎 哎 李凤姐到底回话了没有啊 到底怎么着 公子放心 啊 我已经找过那个月之母了 我呀告了他们一撞 说他们假意打类 哎 欺骗时刻 联资府已经派人警告了他们 嗯 指府说啊 限他们今日之内结束打类 只要李大贵一赢 这凤陵阁就是咱们的了 到时候凤姐就可以给你暖废窝了 我来 姐先坐着 这比赛馬上就要开始了啊 好 好 好 哈哈哈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各位乡亲大家好 今天我们凤麟阁修备比类 现在开始 多谢 小金 打开 什么东西啊 油 什么呀 油啊 好 东子好了吗 当然了 小妮子 全看你的了 挺有性格的 公子 你说这个凤姐是个干错活的 美不到哪去 怎么样 这回走眼了吧 是啊 我还真没想到 这大同府竟有这样的佳人呢 这回可算是摔了个跟头 捡了个元宝 喂 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不开了 赶快把铜钱捞出来 大掌柜得给你 这些交代 这是秘密 千万不要跟别人讲 好了吗 好了好了好了 咱们去赛脚会那是服务去了 送户 凡是吃客那都是咱们祖宗 得善待他们 明不明白 得学会微笑 微笑服 微笑懂吗 就是 笑嘛 笑得开心一点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来 来 杨达出锅 各位前辈慢慢捧着 来 来 多多指教 多多指教 大贵 你今天煮的什么羊杂 怎么把生的都端上来了 不可能 我在开水里面明明滚了三滚 你还嘴硬 看看 就是啊 才滴血呢 这怎么可能呢 我也不知道啊 请各位前辈品尝我们凤姐做的烧卖 请慢 请问各位 我哥哥做的羊杂味道如何 还不如街道上的摊档的 真是大失水准 那好 既然这样 我的烧卖就不必有劳各位了 此话怎讲 今天比试的是我们兄妹二人 我哥哥没赢 我当然就不会输了 鱼龙阁喊出去 承蒙相让 今天我李凤姐赢了 你别太得意 你怎么还不去 好 我自己给自己报喜去 大家听好了 这场比赛老天保佑我李凤姐赢了 现场的烧卖免费让大家吃 从明天开始凤灵阁不营业 改到赛脚会现场出售烧卖 大家前往捧场 谢谢各位 小逆子 刚才你说是老天保佑 那么你如何感谢 当然是烧香磕头了 烧香磕头就不用了 你只需要谢我就行了 谢你 我为什么要谢你 你怎么赢了你就不认账了 无功不受禄 客观连这个道理都不明白吗 我若无功你如何能赢啊 要不是我们主人暗中在锅里下了菜油 那水能喂到火后就有翻滚之兆吗 你怎么赢李大贵啊 哦原来如此 那我真的应该好好谢谢客观了 我看这样吧 客观的相助之德 我这一天不认账 就算作一剃烧卖 尽情享用吧 嗯 他到底不会算的 那烧卖本来就是免费的嘛 哎 那你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啊 为什么不吃啊 当然要吃了 哎 吃吃吃 谢谢谢谢 大家尽管吃 慢慢吃啊 吃啊吃啊 吃啊 你这样做生意 只怕要亏光老本啊 我做生意会亏本啊 笑话 各位各位各位 光有烧卖吃 未免美中不足 我凤临阁还为大家准备了一场大戏观看 只是呢 这烧卖是咱们自己家做的 可以免费的 但是这戏班子嘛 是要银子来打点的 烧卖呢 尽管吃 想看戏嘛 就得买票了 凤姐请的是哪家戏班的 全大同首屈一指 这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全武行 帮你热闹非凡 那好 我买票 我也买 谢谢各位捧场 不好意思 每人文银一两 这么贵 这么贵啊 贵是贵了点 不过这可是千载难逢 真刀真枪啊 难道各位舍得错过不成 这倒是值得破费 我来买 我也买 给你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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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 收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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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客观 看不看戏啊 哇 连N人的钱你都收啊 这烧卖去了没有啊 吃了 味道不错啊 吃了烧卖 我就不欠你人情了 至爱亲友 盖不赦欠了 想看戏吗 买票啊 拿钱 好 小丑 给钱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你们这笑笑嘛 你们连笑都不会嘛 你这真是吃了 你这反思一下 他们连笑都不会 你这真是 什么 凤姐赢了 嗯 凤梨格不转让了 他方才当众亲口说的 他还说啊 他明天也会去赛脚会卖吃食的 臭丫头 还烦了他了 是啊 啊 我让他连今天都过不去 你们信都信 信 信个屁 赶紧给我抄家伙 是 抄家伙 弄死他 凤姐 嗯 这烧麦已经吃完了 时寸也不早了 好戏何时开拢啊 很快就来了 你先别着急 坐一会儿 哎呀 这这怎么还不开始啊 先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 很快来 哎 小妮子 你这烧麦的味道确实不错 不过你这里的陈设好像旧了点 应该换些新的桌椅啊 等一下就有人送新的来了 不用着急 哇 有这么好的事啊 当然了 你等着瞧吧 嗯 你们给我听着啊 进去之后见什么给我砸什么 什么过万瓢瓶乱七八糟的 都是你的砸 放心吧 有一条 是 千万别伤人啊 啊 万一伤的人让我叔爹知道 他饶不了我啊 只要不伤人 这祸闯得不大 他就什么都说得过去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 别光明白 走啊 来 干什么好吃啊 吃饭 怎么回事啊 真是吃货年年有 今天特别多啊 有那么好吃吗 死结巴 你来干什么 没事 办点小事 我说 想活命的呢 就给我靠边站 不想活命的 就接着在这吃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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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伦哥 救得不去 心得不老啊 打 打 打 别手软的 打 打打打打打 是 谁让凤姐那么不仗义 他居然连恩人的钱都收 咱们看看任ian 小三子 起来 砸 砸 给我狠狠的砸 孩子们 一样样的砸 千万没给他们剩下 老公子 别就这么坐着 这个还没摔呢 千万别手软 还有这个 心疼死我了 醉了 曹公子 有种把这个也砸了吧 这什么 我砸 你知道你砸的是什么吗 破玩意儿 明天我陪你十楼 这可是天下第一楼 姑奶奶 你怎么不早说呀 这怎么办呢 我这 今天你敢砸天下第一楼 明天你就敢砸大明的江山了 看来是有人想谋反了 你血口喷人 你胡说 闪开 少爷 这是怎么了 八爷 我砸碎天下第一楼了 好 少爷 凤老板 凤奶奶 这第一龙已经补不回来了 对 能否看在曹总兵的面子上 您开个价 直说 这凤奶奶我可就不敢当了 这曹总兵曹大人为江山设计 真的立下了汉马功劳 对啊 这点面子我总得要给的吧 可是你看我这店里的桌子啊 椅子啊 真是让我心疼死了 他想谁点质 我tro me 哎 吼姐 曹公子也是一片好意啊 我看你这殿堂乙太旧 又怕你壁 KELL自身舍不得扔 所以才替你清理一下嘛 先 sei 原来曹公子是想帮我换新家具呀 这正是死意嘛 你你你你你 唉呦 多好的一个唐潮花瓶 平时我都舍不得用 tested 没什么 给潜在这些给招 人吗 五百两五百药 这可是一个宋朝亲辞珍品 可惜了 三百两五百药 凤姐 凤奶奶 您就高抬贵手 别玩了 好吧 看在曹总兵曹大人的面子上 本店吃点亏就算了 我给你一千两 一千两 我这店里的桌子椅子架在一起 没有三千两是不行的 你就算是金桌的金椅子 也不值三千两吧 反正最近我有空要去京城走一趟 你们就在这里威风吧 我给 凤姐 打得我头昏眼花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假造的 凤姐说笑了 曹公子手里怎么会有假银票呢 那就多谢了 这砸了第一龙的事吗 我就当没看见 可是这里那么多的食客啊 他们会不会说出去我就不知道了 你 你们哪个敢把话放出去 我告诉你 曹公子 现在又不是比谁的声音大 你吓着大家了 没准这消息几天就飞进皇宫里去了 小虫 咱们明天是不是要回京城了 是啊 主子 主子 你不是认识京城的大官吗 搞不好要弄一大笔赏银 别让人知道了 我说各位 好了 在座的各位 我家公子为人大榜 今天在座的各位一律赏您十两 即刻就可以跟我家公子恢复领赏 怎么样各位 公子还不快走 一会全大同府的人全都来了 我劝公子快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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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姐 损毁的家具记忆没长 这些杂烂的可不可以让我们抬回去当柴火手 好 全拿走吧 也要不了那么多 把这一堆抬回去 是 这个这个 那个 这个这个 轻点轻点 轻点 凤姐 财云茂盛 嗯 小妮子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 你别看你赚了三千两 说不准你赔了四千两呢 此话怎讲啊 刚才那个人是什么人呢 他是红八 红八 嗯 这个人是个厉害的角色 刚才那些东西是不是你们家祖传下来的 是啊 这就对了 那些东西才是真正的古董 随便沾一沾也值七千两哦 好 得了吧你 别存心气我了 那是什么古董啊 那是我爹自己做的 好 信不信有你 小虫 我们走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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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什么东西啊 他在京 他在京 还不让那个军事给算计啦 我看哪 还是那个军事更有趣 小女子有心计那叫可爱 大男人有心计那叫奸诈 何惧只有啊 嗯 这两天的银子 还剩多少 银子 我们哪有银子 你这两天见着病人要给 见着乞丐也要赏 我们的银子早就没了 这两天住店的银子还是柳姑娘给的 行了 行了 真是一分钱难死英雄好汉 不过让他们店子也好 大不了回到京城加倍奉还 不行 不行 这两天住店的银子 还是柳姑娘给的 明天还要向他们再借点钱 准备两套女人的衣服 皇上 我们去看赛脚会又不是演戏 要什么女人衣服 你懂个屁 我们不扮成女人 怎么能够在赛脚会上好好的欣赏那些狱卒 人家知道你是男的 能让你摸吗 看你是男人还不大嘴巴子给你扇过来 我知道了 皇上是想摸他们占便宜 这叫有备无患 好 咱们要是看见好看的 咱们就扮上女装 如果发现没有好看的那就算了吧 好 时候不早了 睡吧 我去倒水 野味斋至尊大补汤 融合三十二味天人野味 我多细毛五十万个时辰 增加七十四年中最高财 甘江桑桑败大同一局天下无数 富有卓奔君当初卖酒 尽有李凤姐唯有无业化 快来买快来上 不上后悔了来 满了满了 来 生意不错 好 少爷 吓死我了 生意怎么样 各有千秋吧 对了双赢 那些人吃完了烧麦早要喝一碗汤 咱们的汤也多卖了不少呢 话虽这样说 可我心里还是厌不下这口恶气嘛 你赶紧想个办法好好羞辱他一下 屁了 少爷 咱这不是赛脚会吗 咱们就从脚上去羞辱他 好主意 少爷 您是瓶盼 就要开始发奖吧 您请啊 他们越急 我偏不急 有请大爷 经过七日绝逐 各种入围奖项已经绝出 下面有请本府父母官 为进入下一轮今年比赛的家里面发奖 一把几桌icallyклад 白虎席地 黑面朝天 是在外的小王子不成 正是我们殿下 我们近年来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 不知殿下此次前来有何贵干 贵干没有 只是听说你们大同赛教会名声在外 在外妇女心有不服 也想前来凑个热闹比上一比 那好 难得殿下有此雅兴 不过今年的赛教会入围赛已经结束 我看殿下还是明年敢早来 你看如何 结束了 谁说的 奖还没发 咱们一路上跑死了十几匹好马 就是为了赶在你们颁奖之前和你们比上一比 岳知府 你大同赛教会名声虽响 这一路上但却是关起门来自己和自己比 那有什么意思 敢不敢我们之间比上一比 我们大明素来以德服人 有朋自远方来 不以悦乎 我看这个比试就不必了 知府哪里话 这些日子边境一向太平 咱们闲得久了 难免见烈欣喜 倘若知府 倘若知府 执意不肯让双方百姓 跟大同赛教会比上一比 那么 只怕要在其他方面 比一比了 好 比就比 难道我们大明朝 还怕你们比较不成 就是啊 比就比 大胆 这草民 你们懂什么 此事涉及朝廷大事 此事 岂是你等心血来朝 可定之事吗 你取得请示皇上 这么说 岳知府是执意不肯了 只是在下是个小小的知府而已 实在是没那么大担当啊 我们大明朝 怎么会有你这样的软骨头知府 真是给我大明朝丢脸 大胆狂谱 竟敢侮辱本府 来人 来 给我抓起来 跑啊